竹竹苗呢 在剛剛終於做出了共同的決議 就是他們的餐廳跟百貨美食街 都是不開放內用 至於動物園也要控管人數 要在一千五百人之內 而公有市場也是禁止內用的 但相對於就是離雙北比較近的宜蘭 他們神經可就繃緊了 本來昨天公布說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會開放 結果今天立刻政策大轉彎 說包括其他山林 都要延長風源到七月二十六 也就是目前三級警戒延長的這個時間點 同時餐飲業一樣也不開放內用 宜蘭會這麼小心 就是因為他們常有來自雙北去人者的足跡 就怕貿然開放會導致疫情擴散 像看到這可愛的藏中山羊可得再等等 因為自然生態豐富的宜蘭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原本根據中央要在十三號為解封 但和縣府協調之後 決定政策大轉彎 跟全縣十六個風景區同步延長風源 直到七月二十六號 除了不得進入山林 宜蘭全縣的餐飲業以及旅宿業的餐飲空間 也禁止內用 只能外帶 就是因為雙北宜蘭距離可以一日生活圈 縣府不敢掉以輕心 就算連十四天本土佳齡 但還是有不少確診者足跡 讓業者也怕怕的 整個保護力現在還不夠 如果傲然的開放的話 它會跟韓國一樣 它一開放就 指標性景點 羅東夜市也設下單一出入口 控管人潮 同時間不超過四百五十人 不能邊走邊吃 但攤商生意已經不好 還管制是較苦連天 設下重重限制就是要控制人潮 新竹動物園也設下一千五百人的上限 避免大朋友小朋友跟猴子們一樣 全擠在一起 十二座公有市場 也不開放內用跟試吃 疫情關鍵時刻 還是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才是健康的不餓法門 發誌新聞宜蘭新竹綜合報導